大家对比一下,硬汉如何起床 据是强森对决过达杰森 早上六点刚日出,双森同时睁眼 强森自己睡,杰森身边有妹子 强森按吊闹钟,立刻做666个俘卧车 训练全身的肌肉 杰森呢,和妹子折腾一板后,仍然精神抖擞 来到厨房做鸡蛋卷,生活切一枚滋思 强森简单粗暴,生吃咖啡豆 将几八个生鸡蛋生吞,既提神又营养 接下来,强森开着猛男越野车 杰森开着贵族麦凯伦,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强森来到健身房撸铁,举起70斤的哑铃 练到灰汗如雨 杰森呢,在外面买了瓶啤酒 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 这时,两人同时接到任务 双方各自前往对应的酒吧 准备检验一下一整天的练习成果 强森上来放狠话 我叫你叫做冰冰冰冰冰 紧接着强森一拳,一撞,一扔 直接掀翻200斤的大胖子 然后抄起托盘 架上坚引无比的肌肉 瞬间解决一众大手 杰森这边,优雅的拿着一瓶香槟 一脸微笑地表示 话音已落 杰森用香槟抱小鸟 会手戳对方的下巴 然后将香槟换手 施展连招格斗技演 解决了所有的对手 然后将大手捞打,踹出窗带 用绳子将对方悬在窗边 杰森这边拿着纹身器 与杰森同时威胁对方 但双方的敌人 咬死不说 杰森便给他等了个 我爱警察 杰森则把对方挂在窗边为文字 然而 到底是什么病毒 竟让双森一起出动 下面让伯燕给大家讲讲 OK啊 让我先来介绍一下狠人 他就黑布 被个科学组织改造成了超级人类 而这体内的206块骨头 全都演机械钢铁体 这每回打架的时候 都会通过AI数据计算 准确的必可攻击 一举制服对方 这也算是智能型的不死战士 而就在几天之前 这个组织研究出了一种 名叫CT实际的生化病毒 它能够溶解人类内脏 具有极高的传染性 而目的就是为了杀死人类城的弱者 建立一个强大帝国 军情六处的特攻海地 奉命带领这小队将病毒掏出来 这海地刚打开密码索 黑布便是立刻出现 小队立刻举销瞄准 同时啊 这黑布算出 对方攻击的概率是92.3% 于是这黑布先发指人 掏枪射击 外加联合格斗技 那时瞬间射出队 海地直接开枪 结果黑布竟然是刀枪握我 海地立刻拉扯他们 直接倒车撞死 但是没得到 这卡车就也曾翻 海地为了病毒不会拿走 竟然将病毒胶囊 直接注射到了自己手臂内 而这黑布发现后 他通过队仰机 夹扮成了自己人 诬陷海地 是杀了队员拿着病毒逃跑 而等中情局得知的消息啊 便直接派遣了双森出战 一起抓回海地 拿好病毒 不过这我们的双森啊 在素机里 那可是不共带天的仇人 双方是一箭没中瞎 于是啊 这双方决定 要各自单独行动 强森能够将控 锁定了海地位置 把海地抓到中情局 这时强森女儿打了电话 强森让中情局特工看守他 自己也出一接电话 海地的趁机 用项链解开手铐 举起座椅是宝座的弓 强森听到动静 那是赶紧冲了过来 海地那是直接双腿锁头 举腔瞄准了强森 这时啊 杰森那是深深来时 一见了就命令强森 松坑木海地的先出手 原来这海地 正是杰森的妹妹 但是这兄妹俩 感情是意识不好 海地直接瞄准了杰森 表示啊 这病毒就在自己体内 要离开这里去除病毒 而救到这时 直通见那是砰的一声 玻璃碎裂 海地被登场之晕 黑布带着佣兵 冲进了疯狂扫射 直接扛走了海地 然后带着绳索 对着大楼外面 直接是纵失音乐 这下这双森是立马开追啊 强森让单臂掉的绳索 直接滑下 杰森做电梯追击 这强森滑行两百米后 那是松开绳索 直接不许弓兵 然后狠狠地装上电梯 而就在此刻 海地已经苏醒 他掏出了黑布的匕首 搁断双手地绑挡在了绳索 跟黑布一起摔到玻璃上 然后强森直接给飞波 跟黑布一起摔到机车上 杰森在平安落地 左右勾拳 左拥兵 而就在这会儿 强森朝着黑布重拳出击啊 黑布的瞬间看出 强森的力量全露 于是他立刻左闪 对他攻击 随即回首 直接打倒了强森 杰森紧跟其上 继续重拳出击啊 黑布也看出他的出拳轨迹 立刻左闪臂 起身右勾拳回击 强森是趁机扔沙探 帮助三路波 杰森立刻开着麦凯伦 带着强森跟海地 一马跑路 黑布的召唤了摩托 跟手下立刻追击 一路上 这双方距离不足白马 杰森打开了跑车尾衣 按下的加速力 将油门是力的材购比 在城市内适合性称作 黑布是机车高手啊 直接从此上墙转机车 然后是在一座车点而驶过 紧咬不放 而就在此刻 杰森前方出现了大户车 大家看一下 这两位的骚操作 而这一通骚操作过后 黑布是立刻追上了杰森三人 直接这回杰森 是立刻的路口掉了个头 黑布没料到这一手 直接被杰森车飞 还把公交车穿了个大窟窿 黑布那时怒不可遏 回去后控制所有媒体 大肆无限 他们三个就是脱头的恐怖分子 但是目前最要紧的 是必须赶紧取出海底体内病毒 强森带的两人 找到了一个老博士帮忙 老博士一看海底掌心啊 立刻发现 这个病毒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啊 他对三人表示 哎 这个病毒啊 被胶囊包裹 42小时后 胶囊就会溶解 然后病毒会通过空气传播 一周内全球就都会感染的 只有那个科学组织激烈体系 才可以将病毒取出来 而这个激烈啊 就在最慌张的地方 有一只精灵小的看守 想要进去 那难如登天啊 但是这对杰森来说 那都不是事 杰森给强森跟海底 用黑客技术 造了一本假护照 然后啊 这三人分别扮成了保险员 建筑师 健身教练 顺利通过了机场安检 前往基地所在的莫斯科 下了飞机后啊 杰森带的两人来到红云这里 上来自然计划 这一会儿红云表示 基地占地8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边界 却寻找一个那玩意儿 这无异于是大海洛镇啊 海底是立刻想到 他跟杰森小的时候 经常生物极西 偷童兄们的玩具 所以海底想顾及充实 一切就绝啊 红云把海底交给了黑布 黑布直接把海底带到身世内 以此让老博士提取病毒 而另一边的双森啊 那是做了战斗机 半肤跳伞 从大运口口进入基地 在墙壁上贴上清雷管 然后开启了两栓铁门 双方速度速决 KO了一种工兵啊 这强色用巨人脑门 直接打开识别锁 杰森这边有点惨 射了九个脑门都不对 直到验射第十个脑门 这个才解开识别锁 结果一开门 双森就被黑布 当场地扔着 画面回到海底那边 没了黑布的看守 他立刻双腿 牵着了迷用兵 给他们注冻把自己 然后向他解开手铐 而这两迷用兵啊 也在此刻瞬间登地 然后他赶紧带老博士 立马去营救双森 双森这边 那是个铁链绑在椅子上面 组织已经下了命 必须要招募这两个 堪称精英级别的怪物 所以黑布表示 要给双森惦记惩罚 直到你俩同意加入 咱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恐怕这一次电击啊 就能当场礼盒饭了 但这双森都是喊人 被黑布垫在了整整四回 依旧神智清晰 甚至还能伴随 但是就是不答应加入 就在黑布垫击第五次的时候 海底出现秒针黑布 紧接着 老博士冲了出来 用喷火枪横散一种冰凉 双森立刻放手 三下五串几乎碎裂 杰森是立刻接上了海底 开了山地车 直接冲出了大本营 就在此刻 雷管爆炸 消灭了几百东兵 强森看着装甲车 接连是重下而出 赶上去至少杰森 而杰森被拥兵逼得走通无路 只见杰森一个飘移 车子上了传送带 直接冲到对面的地方 突然 这一架无人机瞄准杰森 突如狂腐 杰森立刻切到最大档位 将油门踩到底 直接冲出而出 接着 这山地车顺利降落 强森在这时赶来回合 黑布却在后面前追 这眼看 他就又抓住海底了 双森是立刻互相靠近 关键时刻 强森一把抓开海底 让黑布扑入空 杰森在看上头堆 建立腾弓飞机 落在窗的车上 山地车子被铁架刮下 引起了巨大爆炸 这时海底开车 双森是强强联合 跟黑布展开了殊死搏斗 但是结果 这都是被黑布 一拳击倒 杰森时的背后攻击 用大扳手 夹出黑布的脖子 结果又是被甩飞 就在此刻 这高聪如云的烟筒 被山地车的爆炸 炸毁了地座 正在以排山倒海之载砸来 黑布躲闪不及 被当场砸中 他们三人 这才是成功逃离 而经此一劫 铁举区却彻底被损毁 无法铁举兵 强森想到了自己的哥哥 那正是蓝翔毕业的 那技工技术绝对一流 而且是绝对能修好地狱器 于是他们三人 来到了桑莫埃小岛 找到了强森家人 但是没想到 这强森的哥哥一见面 就被一拳 直接走到家门 原来啊 这强森的父亲 正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 他把儿子们卷入犯罪道路 而强森意识到后 便向警察告发了父亲 之后被林家出走 所以哥哥对强森的大姨灭亲 意识到是刚和于怀 而这时啊 还是强森的母亲出面 要求哥哥必须要帮强森修好地狱器 一心是来到了车间 哥哥一直靠着改装 骑程摩托 维持家族生存 所以双森表示啊 要建立家园防线 防止黑布卷掉重来 但是这里没有强啊 杰森瞬间想到 这科学组织所用的强制啊 都必须要激活芯片使用 所以他让海地屏蔽芯片信号 然后杰森开动脑力 跟强森一起利用显示的工具 将石油冲筒坐着炸弹 再把煤气罐放进暴飞车辆里 最后还挖了一些险森隧道 这一切准备就绪 强森哥哥也修好体育器 他针口刺入海地皮肤内 进行了30分钟的体育过程 中间不可以被打断 否则这病毒就会直接扩散全身 但是就在这时 黑布旋途重来 强森带领加速迎战 炸掉三辆中用煤气罐的暴飞车 结算双的信号 开了山地车 一路喷火点了引信 将黑布跟傭兵彻底包围起来 此刻天气破晓 双方是正式开战 用命连黑车冲进来 炸弹进展房 海电瞬间而鸣啊 就位在逃跑的恒火间 他被黑布抓上直映机 杰森发现后立刻开车去追 强森半路上车 杰森拳点飞车跃起 强森默契配合 将他大铁链转上去 缠住了直映机的机翼 杰森的加大马力 一只拖了直映机 为强森抓黑布创造机会 黑布揣了驾驶员 将推跟推的最大马力 眼看车的就要被追击 杰森哥哥是立刻来支援 他开了铁链前面 将绳索挂出轮轴 增加被偷起的重量 此刻另一个家人赶来 用同样的方法挂着车回车头 结果还是被黑布拖起啊 这时第四辆车身上来迟 也是立刻挂着大头车 但是这天上的黑布 却是彻底生了很异 他直接把后三辆车 拖到了悬崖边 这时杰森命大家 同时启动拖车钩 一时间 四辆改装车以超强马力 反转成绩 却不料黑布这边 芯片恢复的正常 于是他立刻发展 四辆改装车直接散开 只有结散的车 还在跟他拉扯 这时啊 铁链轮毂失去了拉长马力 铁链是当场推扣 强伸了一个上手拉拽 直接能轻轻到齐 用尽了所有力气 硬是拽出执行机啊 而海地则趁机跟两个优秘缠斗 却一不小心打回控制台 导致执机失去的方向 拽着双森直接坠入悬崖 此刻呢 是大雨倾盼啊 所有人都掉到了悬崖下面 黑布依旧不死不休 跟双森再次扭打 可这无奈的是啊 黑布有Ai双瞳 每回都能预判对方动作 双森总为背头挨打 这毫无关手之力啊 而等十几回合后 双森在无尉中发现 黑布每次只能夭判一个人的拥击 所以这两人决定啊 那不如咱们就一个挨打 一个攻击 强伸手当其冲啊 直接挨打黑布一拳 杰森同时手指出击 中击的黑布后脑 紧接着 杰森站在那里打位 被暴击下巴 强伸直立铁炉攻击黑布 而另一边的海地 就在提取器倒计时 听着的唱了解 他直接把电线的敲锁中 当场的炸弗林兵 人物和黄索英国的 就过了几秒 拥兵就彻底断气了 此刻画面回到双森 杰森的回旋踢 将黑布踢到强伸面前 强伸从后面 死死抱着黑布 来了一招重力攻击 直接摔断了黑布的几两骨 而此刻黑布眼前 显示了正在报废字 原来科学组织看黑布没用 便彻底放弃了黑布 结果的下一秒 黑布被强迫中止癌信号 直接坠过来中 而他们三人 也变成了科学组织的新一秒 本篇到此结束 本篇角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 本期问题 大家认为 他俩谁更厉害 认为杰森厉害的 扣三个一 认为强森厉害的 扣三个二 伯乐觉得 两人分择各自为防 何则天下无敌 是啊 这杰森阻止多谋 强森力大无穷 又要再多点飙车的镜头 我相信 这两人会爆发出 更厉害的技能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大家记得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了 拜